都高达36、7度 人体都完全没办法散热了 好不容易放个假 6日在家里面 这个自己煮的话呢 这个又觉得好像都没胃口 然后呢 吃多了又怕胖 那煮不好吃又吃不下 所以今天我们好不容易 请到国际级的大师 阿谦师 不是阿基师 搞清楚是阿谦师 谦虚的谦 这个阿谦师来 要教我们夏日在家自己做 而且做东西 我发现我看了那么多美食节目 真正厉害的就是那个酱汁 对 可是那个酱汁有的太咸 或者太油 什么的 人家不会 今天教你夏日三酱汁 太棒了 番茄沙沙酱 柠檬油醋酱 日式油醋酱 而且是百用三酱汁 太棒了 百用的你知道的意思吗 百用的 到底有哪些精彩任务 让心同告诉大家 同学有问题 凯玲 不吃早餐会变笨 早午餐健康吃 真是太美味了 还有接着 潘老师有话说 陈主厨 黄金三酱汁 吃都不怕胖 是真的哦 太好了 今天的健康头条为你吗 独隐难界 全都是精热的货 是真的吗 到底是精彩还是嫁 我请潘老师告诉你们哦 其实现在啊 这个基因科技研究这么发达以后 基因解码以后 几乎什么事情都可以怪基因了 不过当然啦 你说跟基因完全无关呢 我们也不敢相信 但是你说跟基因完全有关呢 这也很难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天的教育 还是非常的重要 我记得这个 当时有一部 这个武侠小说的很有名啊 就这个 绝代双胶 有没有 这两个人是 这个同卵双生的双胞胎 但是放在不同地方去养以后啊 出来的个性都差很大 所以后天环境还是蛮重要的 不过呢 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一则 非常有趣的 全球健康头条 你这个好赌成性 或者很会投资的人吗 原来这都跟基因息息相关 根据美国的最新研究显示 陶结多巴胺分泌的12组基因 将会主导人类投资与赌博的行为 而且关联性极高 这个研究找来了217名受测者 让他们参加一种 透过了电脑 跟匿名对手竞争的游戏 结果发现 比较能够想象 或者预知对手行为 并且提前做出相关回应的人 他脑部特定的多巴胺基因 会有三组产生变异 而遇到挫折 仍然有于常识的人 则是在影响大脑 蚊状体区域的多巴胺功能上 有两组基因变异 由此可看出基因对于决策的影响 非常显著 对此专家表示 这项研究是首度发现 基因如何在脑部作用 并且掌控人们投资与赌博的行为 因此对于屡届不成的赌徒来说 耗赌的行为全都是基因惹的祸 原来是这样 原来这是真的吗 原来猴子还有遗传 就是基因遗传 会有遗传 其实事实上这个研究 大家在看新闻的时候 有时候理解力不太一样 所以这为什么 整个怪到基因了 所以我们健康报报 为什么要先提出一个 很新的一个世界级的新闻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说明 大家有时候在解释的时候 都解释不对盘 其实他这一次的解释 我觉得这个标也下得不好 就是其实跟赌博 当然是相关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在什么 就是美国加州伯克莱分校 这个非常有名的大学 伯克里 能进伯克里这个学校 这个全美最优秀 而且最穷的小孩子 在美国常有一句谚语 就是说全美国最优秀的小孩子 但是又穷的人 就是进伯克里 就是逼伯克莱 但是你如果是非常优秀的 但又有钱的 进史丹沃 但是有一个学校是 家里非常有钱 但是小孩很笨的 进另外一校 那那个我不敢念 我不敢讲 但是伯克莱分校 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他怎么做呢 他找了两百多位 两百一十七位的大学生 而这个大学生在哪里呢 在新加坡大学 国立新加坡大学 所以大家知道 国立新加坡大学 在亚洲算是非常前面的一个学校 这几年在新加坡政府的支持下 突飞猛进 那么他找了这两百一十七位的同学 做网路竞争游戏 那对手是匿名的 因为我们在电脑上对战的时候呢 对手是谁他并不知道 然后呢 在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游戏之后 我们可以评估发现 就是这两百一十七位 国立新加坡大学学生里面 脑袋多巴胺的整个分布的情形 那么跟他整个行为表现 是有相关的 然后接着他们再去研究 这个跟多巴胺的这个基因 有十二组相关的东西 就发现说 某些特定的基因主别呢 跟他所谓的能够想象对手的一些 等于说他会出什么招 然后他判断他出的招正不正确 等于就是说是从这个角度去看 就是说其实人先天有一些特质 他可以预测对手的出手方向 跟他的想法 经过对战之后他可以猜得出来 这其实跟智商很有关系 那另外还有人就是说呢 挫折之后呢 他勇于尝试不愿意放弃 其实跟基因也很有关系 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人类科学进步到 能够去了解基因跟人类行为的方式 跟他特定个性的关联性 我觉得不必特别去讲赌博这件事情 他其实不是这个事情 马上进行同学有问题 老师你知道吗 我知道一放假的时候 我就会在家疯狂的 滚啊睡啊吃啊 然后吃到中午啊 然后再约朋友去吃下午茶 早午餐 我就觉得好幸福哦 可是到底什么是早午餐 这个早午餐是就是 大家有时候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太辛苦了 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啊 想说来睡个懒觉 对 那这个懒觉一睡 睡到十点起来 十二点 那时候呢 早餐不吃呢 不健康 对不对 早餐吃了再吃中餐呢 也不健康 太油腻 而且会油腻 不是啊 你也吃不下去啦 对啦 因为我们正常的养生是希望三餐定时定量这样子 所以因此呢 你如果说是睡得比较晚 那大家偶尔懒散一下 我们大概养生来讲是不对啦 但是我们也不敢说一定不行 所以这时候呢很多人就把这个breakfast 跟这个lunch呢 就把它combine了 哦 就是把中间都去掉 就breakfast跟lunch一掐掉 后变成brunch 对对对 变成brunch出来 所以brunch的意思就是把breakfast跟lunch 和在一起一起吃 吃完之后呢 中餐就不再吃了 就接着只有剩下晚餐了 所以这通常在六日是比较多的 我们来看一则VCR 煎的炸的 切的烤的 各种的烹饪方式都用上 这盘看似很简单的西式料理 就是现在最夯的早午餐 原本是西方文化 周末早餐晚点吃一次 一起解决的青食 进来台湾正夯 光是这样的早午餐商机 就上看六亿 想要胜出业者 当然得花心思 那我们用我们特制的一些香料 香料粉 还有起司去焗的 这是我们在欧洲吃到 一个很特殊的东西 早餐晚点吃意外造就另类的 早午餐商机 用台湾人的口味 跟着多了西洋味 真的 现在到处都有早午餐 真的 那不过我们今天这个早午餐 跟人家很特别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可能跑到 外头去吃早午餐 但是今天我们请了 国际级的大师 阿谦斯 谦斯的谦 那么这个阿谦斯呢 要来在我们在家里面 教我们电视机前面的 这个帅哥美女们 婆婆妈妈们都含在内了 就是呢 怎么做一顿呢 在家里面 礼拜六礼拜天起来 又在夏天这么炎热的情况之下 来吃这个所谓的夏日的这个 早午餐 也就是说呢 这个电视机前面的婆婆妈妈呢 只要做出这种料理来呢 她的儿子孙子都会爽到歪 真的吗 对啊 因为在想说 不是说 说阿嬷真的这么厉害 说爱的要做这个 对啊 对 而且刚刚讲过 叫做百搭 百搭三酱汁 对 好 老师快 我已经等不及吃 阿谦斯 我们大家废话少说 先请我们的阿谦斯 叫我们第一道 番茄沙沙酱 哇 好 我们今天先要准备的就是 番茄切丁 还有洋葱 还有罗勒 是 柠檬汁 橄榄油 跟Tabasco 所以我们没有加任何的 叫灰晶啊什么的 对 对 超清晰 是 所以我们今天是 因为这个东西是 也适合搭配肉 也适合搭配鱼 也适合搭配沙拉 所以第一个就是番茄沙沙 哇 其实番茄沙沙 我在这边闻到这些材料 我就已经口水流出来 有分泌唾液 好健康喔 对 因为现在夏天 真的吃不太下任何东西 这是胡椒 对 这是黑胡椒 黑胡椒 黑胡椒 这是盐巴吗 对 味道会比较好 然后柠檬汁 柠檬汁 这原来就炸好了 对 我们用黄柠檬比较香 对对 青柠檬的话 会比较酸 然后黄柠檬会带一点点的甜味跟香味 然后橄榄油 橄榄油 对橄榄油 然后塔巴斯科就看人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好吃好吃 塔巴斯科的中文是 辣椒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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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那有没有特别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辣椒酱 我们要买 就 就 这个 一般的 就是酸辣的 其实非常简单 就把它拌一拌就可以了 这样就好了 对就这样 就这么简单 对没有错 我们就学会到了 我们再讲一遍 一点番茄 一点洋葱 一点罗勒 然后黑胡椒 盐巴 柠檬汁 橄榄油 对 然后再加一点辣椒酱 对 对就这么简单 哇 这里还可以沾那个薯片 我们这样子 对 这个维尼妈 你先吃吃看 好 没问题 我来尝尝看 应该可以夹在那个面包上 都可以 就是它 我很想跳一个 你也可以吃吃看 拿你的叉子 你这叉子就不要放 好清爽的口感 我讲一下 就是它那个洋葱不会太 你会觉得好像很嗆鼻 可是其实一点多辣 酸酸的 酸酸辣 你会觉得很酸 对 这里这里 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叫番茄沙沙酱 很清爽 那接下去你还要教第二个叫做柠檬油醋酱 其实这个柠檬油醋啊 是所有油醋的十足 所以它只要 通常都是用醋 加油嘛 然后会加一些香料什么的 可是这个东西柠檬也是百搭 它可以搭所有的食物几乎 所以我们的比例大概就是 1 1的那个 2的柠檬汁 对 然后加2的橄榄油 1的柠檬油 就油醋嘛 1比1吗 对 2就是油两份 1比2 对如果你不要吃那么油 1比1也可以 好 就这么简单 只要再加盐跟胡椒就好了 真的加 这样子就好 没有错 对 这种东西叫夏日清食 为什么他跟他自己搞那么累 你知道我们在厨房都会大汗 小汗这样流 就买一堆材料 这样就 真的很方便 主持人 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 那你不管你是比如说你在做你在吃牛排 你淋点这个它会比较清爽 就像你去吃日式烧肉 它有点柠檬汁 对不对 那这个也可以当搭配牛肉跟鱼什么都可以 哇 沙拉 沙拉 对 对 那如果说你比较喜欢你个人还喜欢蒜头啊 或洋葱都可以加一点 可以加一点 可是这是最原始的 最鸡最原始的 对 所以这个柠檬油醋就是柠檬当做酸的醋的来源 对 然后呢 我尼玛学生一下 我尼玛学生一下 这可能你要搭一点东西吃 可能要加一些 芝麻菜 我最推荐的就是芝麻菜 好 用手就可以了 不用客气了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了 不用客气 就直接这样沾了吃 对 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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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汁 嗯 很清爽 我以为会很油腻 一点都没有 好好吃 而且这芝麻菜我第一次吃 有点苦 不会 因为它综合 搭配了这个就不会 对 柠檬 柠檬真的是百搭 各位朋友 凯玲在旁边说 为什么我都不给我吃 你可以试试看 好 我来试试看 试试看 好 而且你就觉得好清爽 嗯 怎么样 说一说 好清爽 而且超乎油腻 哈哈哈哈 所以它其实它 比例可以1比1或者2比1 是不是也可以用在烤鱼的上面 都可以 肉啊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 那第三道呢 第三个叫做日式油醋酱 这有什么差别奇怪 日式油醋 它其实我们是用一些 日式酱油 对 日式酱油 其实柴鱼酱油也可以 那我们今天没有用 我们是用硅夹碗的 所以就是普通的酱油就可以了 如果你喜欢柴鱼可以用柴鱼 嗯 然后大概就是把 一汤匙的酱油 两汤匙 两汤匙 然后搭配 这个是黑麻油 一汤 一汤匙 这个我们煮料家里都有 对都有 好方便 然后香油 香油 香油 然后味淋 哦 味淋 然后白芝麻 白芝麻 味淋到底是用来做什么 味淋其实是有一点甜 它是用米去发酵的一种 一种东西 所以它也是很天然 对它是一种甜的东西 那我们有的人是比较甜 我们再加一点糖 那如果不吃甜就不要再加了 对 因为味淋本身就是甜 然后一样把它搅散就可以了 就是外面吃的油醋酱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 其实这个 这个油醋酱 比较有点类似我们台湾人的口味 对 因为台湾人都要有 一点点酱油味道 对 对 你如果说单除的柠檬跟 这个所谓橄榄 刚刚的油醋酱 就比较有点偏西式 对 这有点比较偏我们东方人的口味 像这样一直拌 它就会乳化之后 就会有点开心哥哥 但是这个酱可以放很久吗 还是就是当前就这样 因为只有酱油 跟这些东西都可以 放蛮久的 放在冰箱一个礼拜 那个维尼妈 你可以再试试 芝麻草 维尼妈 可以别的吗 可以可以 罗曼 凯撒的罗曼 这个吗 这个 对 就这样的吗 对 今天是赚到了 真的耶 而且我们家小朋友 其实还蛮喜欢吃生菜 噢 天啊 旁边的汁都噴出来 什么回事 噢 它的那个味道啊 就是好像走进了那种 天堂 对 而且 它没有很死咸 觉得 就是我那时候想说 两匙酱油会不会 太多 太死 对 完全吗 因为它有搭了其他的口味在里面 对 但是今天我们的阿谦斯 除了把这三个酱交给大家 大家已经开始会做酱了 对 他还要帮我们 教我们做一道花园生菜沙拉 好特别喔 来 阿谦斯 对 其实这个很简单 你们就是只要去买一些 有机的 比较好的生菜 然后泡一下冰水 让它冰水会再吃进去生菜里面 所以它就会变得很脆 然后呢 水煮蛋 就是煮个水煮蛋大概六七分钟 然后煮熟了 你也可以煮半熟的 然后把它摆 摆一个盘子上面 然后就可以搭配 这些酱子都可以一起进去 对 这就是番茄沙沙酱 你把它沙进去 番茄沙沙酱 那可以三种一起沙在上面吗 可以 只要你喜欢 只要你爽 对对 只要你喜欢 我觉得心童呢 它就是在我们这边做效果的 对对对 其实就是这两种油醋 选一种就好 然后沙沙酱是水分的 它其实也可以就是自己来这个盘子里面拿碗 自己做搭配 然后你自己妈妈做妈妈的 三种酱随便小孩子挑 而且这个是不是也可以沾面包 也可以 可不可以找两五五的面包可以沾 对对对对 你的创意还很错 创意吗 对对对 潘老师有话说要告诉大家 好好吃的布兰区 要怎么做呢 对啊 刚刚教了大家三个夏日的这个百搭酱汁 我想大家已经这个刷新眼界 真的 而且呢 刚刚在休息的时候呢 你们都没看到大家是抢成一盘 我吃它全时都脏了 刚刚我在节目当中呢 虽然没有伸手去拿 但是呢 休息的时候呢 是吃了很多 真的喔 确实是非常好吃 那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阿谦斯呢 就要教我们啊 两个夏日的青食三名字 太重要了 第一个呢 叫做呢 薰姬可颂 哇 来 阿谦斯 好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是薰姬可颂 里面有玉米 还有薰姬 那我们食用的是优格酱 所以它不会那么油 对 然后可颂你可以去外面直接买可颂 再来破开就好了 对 然后就 直接倒进去 对 先mix它的整个东西 对 然后薰姬 薰姬 薰姬要在哪里买 薰姬其实超市都有在卖 超市 Costco啊什么东西 市场有吗 市场也有 市场也有 对可是还是找 卫生比较安全的地方 然后 优格酱 它是原味的 是原味的 因为原味它比较没有味道 所以我们可以搭配一些蜂蜜 喔 对 好特别有搭蜂蜜耶 是 我第一次听到搭蜂蜜 对啊 然后 然后加一点洋葱 蜂蜜下去幸福感就出来了 真的 然后就搅拌 对 这小孩会很喜欢吃 我觉得光单是这样吃 我就觉得就很好吃 不用再加任何东西 对 然后一样 盐巴跟胡椒可以下一点点 调味一下 因为像这个维尼妈生四个 假设用这样弄的话 你就不会很累 超不累的 超解超方便 而且 不流汗 不用开火 不用流汗 对 天哪 想不到 做好之后 我们直接 拿一个生菜可以定一下 这是什么菜 波士顿 是一种进口的生菜 哦 然后我们直接把它放在这上面 嗯 然后菜也有 番茄也可以放在那边 蛋白质 肉 太棒 很漂亮 然后之后呢 直接把它摆上去 哦 哇 像这个 那个维尼妈 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没吃 专门来吃 对啊 就是为了今天好不好 天哪 好来接着吧 接着 接着 好舒服 你看看 哇 有没有 你可以 你可以摇摇看 哇 哇 你看到 嗯 哦 奶的 好吃到不行 很好吃耶 而且 嗯 什么办啊 还想要 还想再吃一口就对 不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小孩一定会喜欢 因为他完全 没有那种生菜的那种 菜的味道 菜味没有 然后他营养都坚固了 真的很好吃 对 然后我们今天第二个要教大家 是鲑鱼可颂 对 鲑鱼可颂 其实鲑鱼是 我们随手可的材料 因为台湾零海 所以一样 我们就需要一点点 美乃滋 这是美乃滋 对 美乃滋 不要加太多 好 然后就加一点 美乃滋 比较油 对 然后一小匙的美乃滋 把它拌开来就好了 一小匙就够了 为什么你的美乃滋是白色的 好像优格 嗯 跟我们一般那个 外面卖的 早餐店那种 是 因为我们的美乃滋 是自己做的 哦 而且我们是原味美乃滋 没有加很多的 那如果一般人不会做 我们可以就是去买那种 也可以去超市买 可是你可以挑好一点的 不要看那个透明状的 很可怕 然后一样 盐胡椒 盐跟胡椒 就加了一点洋葱 对对对对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吗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会加一点点 酸豆 酸豆 酸豆会搭配它 就是比较薄 味道特别好 市场也可以买得到 对市场也可以买得到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搅一搅就可以了 好 好 其实我在这边闻到鲑鱼的香味很香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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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